從頭到尾 我們希望的就是盡快讓台灣的交通品權生命無價 但是很遺憾的 包括在5月16號 也就是面臨5月17號的國會改革的 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推動的關鍵時刻 柯建民也再三 我想再朝夕期間錄音錄影 大家也都有聽到 也不用我再贅述 柯建民就是希望5月17號不要排國會改革的 這個法案的審查 在院會 希望是以這個花東兩項交通建設 先來做院會的處理 這是公開的行賄 我想這個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依然吻風不動 今天傅昆期他又重提說這個花東的三案 您當初用國會擴權法案跟他交換 那時候是因為國會擴權法案 我們要求協商都沒有協商 所以我說那我們先來處理花東這個三案 先讓條文比較少 先談看看嘛 就這樣的情況底下 但是他們不肯嘛 他們一定要國會擴權先開始 因為國會擴權沒有協商嘛 我說我們現在協商比較簡單的事情 那條文就死假而已 那是不是這樣 我怎麼可能跟他交換 郭文綺豪雀怎麼說幾天 郭文綺今天講 早上不然我講一句話嘛 他如果給人家罵了他 現在照鏡子都不知道他 那個是他自己 所以郭文綺他老朋友嘛 講話要成天榮 整個廣告好笑 都沒有用的啊 那是說先處理那個 先處理花東再處理 我們是需要 一定要協商嘛 花東協商條文比較少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協商第六條了嘛 那花東根本就反對嘛 說一定要這個要先處理國會擴權嘛 其實我覺得柯建民他態度的反覆 大家在過去的歷程當中都看得到 當初在國會改革法案之前最後一次 由院長所主持的黨團協商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柯建民那時候的態度是說 我們先來處理有關於花東快速道路 以及環島高鐵的事情 國會改革的法案可以緩一緩 我相信那一次黨團協商啊 柯建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那甚至國民黨傅崑奇也說出了 柯建民竟然要用賄賂的方式 然後來去阻擋國會改革法案的推進 剛才大家也是有不同聲音 覺得就是需要再討論了 就是在還沒有討論有共識之前 應該不會付出標準 就這樣 所以不會在7月16日之前 這個我沒辦法回答這件事情 但是我剛才有講話 我是說包括環境影響評估 譬如可信性評估 財務分析等等等等 那麼而且一些技術的問題 這個都需要再好好的 我主張我在裡面講話我自己負責 我說應該在是不是召開 參觀學的一個專家會議 委員們跟來一起討論 討論個一兩場兩上場 我們再回過來 我是具體這樣建議 我的建議得到也不少委員的認可 大家也覺得說 這個我們實際內容不是那麼的清楚 因為這要進入深水區了 我們希望能夠更加的一個走音一點 主要是我們是認為說 一些可能比較會有爭議跟衝突的法案 那可能希望能夠先稍微延宕一些 那因為說先前議場的四次的衝突 其實所有的委員 包含不管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我們應該都是已經筋疲力盡啦 那我們當初在國會無法 還沒進一讀的時候 我們在黨團大會就有過共識 是這個國會無法 或者是說你說認為可能比較有政治性爭議的 跟民生的法案是要並進同行 對 所以我們在非常早的時候就有這樣子的一個默契了 那比方說可能國會改革無法 那我們會搭配 比如說三到五項的民生法案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才能讓人民有感 也才能讓國會的一些調查權 聽政權能夠實現 我想我們國民黨是一個開放的政黨 我們很多的法案 所有的法案我們都會經過考慮跟 討論跟協商 民主的政黨本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相信呢 我們會以全力的來推動 不管什麼時間 怎麼時間來運會的處理 反正我們黨內一定會 有一個完全的一個共識 我們才會推動 不只是華東三法 每一個法案 我們都會經過一致的討論 黨內的協商之後 我們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謝謝 拜託我已經講了這麼多次了 請大家不要視而不見 我講了這麼多次 我們就是比照台灣高鐵的BOT 就是BOT政府零出資 從頭到尾 民進黨講的兩兆就是詐騙 如果大家一路要在台灣 生活在一個執政黨 用詐騙的方式來對待人民的話 我們也無話可說 這是國會 我們講了這麼多次 新聞稿發了這麼多次 拜託大家用一次 謝謝 昨天主席在影片中 他有提到 因為傅坤其實有說 他說要來徹查過去八年弊案 但主席說民眾黨的態度 其實這都不是第一的優先 那其實包含在像是特徵組議題 以及華東三法議題 似乎民眾黨的態度 跟國民黨都不是一致 那這算是要來撕掉小蘭的表情嗎 其實台灣民眾黨黨團 從這一屆新的國會運作以來 我們本持的基本態度 就是就事論事 對一個立法委員來講 不管是在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之下 或者是一般國民的期待 在立法院裡面 好好地監督行政機關 避免行政機關違法濫權貪污腐敗 這本來就是一個立法委員 他本身應該要去盡得職責 但在華東三法的態度 黨團這邊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柯建民昨天說其實可以坐下好談 但前提就是要先撤回華東三法 其實我覺得柯建民他態度的反覆 大家在過去的歷程當中都看得到 當初在國會改革法案之前 最後一次由院長所主持的黨團協商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 柯建民那時候的態度是說 我們先來處理有關於花東快速道路 以及環島高鐵的事情 國會改革的法案可以緩一緩 我相信那一次黨團協商 柯建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那甚至國民黨傅昆琦也說出了 柯建民竟然要用賄賂的方式 然後來去阻擋國會改革法案的推進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回到最重要的問題 對於台灣民眾黨黨團來講 我們在這個會期 列出我們優先法案的時候 我們也負責任的跟台灣社會報告 我們跟在野黨所在合作的法案 三大重點 一個國會改革 一個吹哨者保護法 一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那這個攸關於台灣 不管是從民主的制度 司法的改革 或者是財政的紀律 都是最優先最重要的法案 那至於說所謂的花東三法 對台灣民眾黨黨團來講 我們本來就不是把它綁在一起 全體的看待 因為這三個特別條例 它本身都有它自己的考慮 它的合理性 它的可行性 那因此我們清楚的表達的是說 在有關於花東快速道路的這件事情上 台灣民眾黨黨團 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不贊成用特別預算的方式 我們要求必須要隔手財政紀律 那這個是我們向來的主張跟看法 那至於說就有關於環島 高速鐵路的事情 我們也說了 要等到新的交通部部長上任了以後 那由新的交通部部長表達 他們的專業看法了以後 我們才會再進行進一步的評估 我相信過去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們已經表示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委員那在打炸司法的部分 因為主要問他有說 這是他們優先中的優先法案 那其實昨天吳四耀也有朋友說 他跟黃珊珊有在討論 包含洗錢房價的部分 然後您好像也有在場 那這個部分跟民進黨有共識嗎 這會不會是綠白破冰的開始 我想台灣民眾黨黨團 我們從二月開始 可以說是第一個黨團 針對有關於詐騙被害人 要怎麼樣打炸 召開公聽會的黨團 我們結合了所有目前大型的詐騙案件當中 被害人他們所成立的製救會 聆聽他們的心聲 我們也拜訪了調查局 也拜訪了刑事警察局 去了解他們在第一線打炸的時候 所面臨的困境 那因此 針對有關於科技偵查手段的部分 把它放在刑事訴訟法當中 來予以規範 那針對有關於加重詐欺的部分 來提高刑責 我們樂見在打炸這件事情上面 跟各個黨團 大家彼此都能夠充分的合作 跟討論 但在具體內部的條文的規範上面 譬如說你剛剛所提到的洗錢防治法 洗錢防治法 我們從具體條文規範 我昨天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沒有道理在打炸專法的部分 那針對一定犯罪金額以上 詐欺金額的加重刑罰 但是在洗錢防治法相關的條文裡面 你反而是朝向減輕處罰的方向上去邁進 這兩者之間是彼此相互矛盾的 也就是在每一個個別的法律案當中 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是有道理的 台灣民眾黨絕對不另於支持 但是針對他們規範不足的部分 特別是對於非常多的詐騙被害人 甚至社會大眾所沒有辦法接受 現行對於詐騙 實際在法院判決的處罰過輕的事情 在行政院所提出來的相關版本當中 沒有辦法有效的處理這件事情 台灣民眾黨黨團 我們當然會有我們自己的立場 跟我們自己針對修法所要提出來的動議 我要再次的強調 中華民國國會不是柯建民一個人的武林 他的專制獨裁抹黑重傷 依舊漫天蓋地的這樣的一個毀滅性的攻擊 依然掩蓋不了事實的真相 花東三法從頭自尾 我們就絕對不相信民進黨會來推動 所以我們不管是國道流號也好 還是環島高鐵也好 都是比照台灣高鐵的BOT案 也就是政府零出資 就是不管是國內的BOT招商或是國際的BOT招商 對於環島高鐵還是國道流號都是政府零出資 我們希望台灣島就這麼小 台灣是一個已開發先進的國家 但是連最基礎的建設到現在都沒有來完成 這是跟世界所有先進的脈動都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今天政府這個詞語啊 魅語啊 這個民間該有的基礎建設 民生法案 我想身為國會議員來推動 該讓台灣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而平衡東西兩步的這個發展 這個都是國會議員應該要面對 也必須承擔也必須要來推動的 但是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我記者會開了這麼多次 新聞稿發了這麼多次 但是很奇怪 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我已經開了這麼多次記者會 就是比照台灣高鐵 我們的國道六號打同 或是環島高鐵的興建 都是比照台灣高鐵政府零出資 有民間企業集團 或是國際企業集團來興建 讓台灣趕快追上世界建設的腳步 我們從來不相信民進黨 會願意來真心真意的 來善待華東的人民 包括0403的災後重建條例 民進黨團也是全黨 在金服二圖的時候 全黨投下反對票 所以我們很難過的來看 到底台灣這塊土地上 是一個國家有兩種人民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心平氣和的 來看台灣整體的建設藍圖 是不是要做一個平衡的發展 而且東部人到現在 還在走清朝時代的道路 動輒下個雨就崩山 然後地方真的是沒有辦法維持生計 從這一次的大地震以後 凸顯了這麼多古早時代的道路 早就已經不能在現在這個時間裡面 還用這種不人道的方式 給台灣的人民來走 花蓮人只有32萬人 但是每一年到達花蓮台東的人 超過1400萬人 這個是給全國國人來走 跟全世界好朋友來到台灣的好朋友來走的 我們再一次強調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台灣必須均衡的發展 過去扭曲了四五十年落後的東部 早就應該把這些基礎建設民生法案來推動 身為國會議員一定會全力的 來讓台灣的國土能夠均衡的發展 再一次的強調 不管是台灣不管是環島高鐵 還是國道六號的打通 都是以台灣高鐵當時BOT的模式來推動 我們的條例 我們的條例就是很清楚 希望是國內BOT或國際BOT 因為畢竟政府的效能 跟民間的企業的集團速度 是完全不一樣 政府做事情能拖就拖 我們可以看看 2011年蘇哈凱就已經動工 但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2024年到現在蘇哈安的環評出審 才剛剛通過 為什麼有八年的時間 他到現在蘇哈安才剛剛環評通過 綜合規劃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在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再三的強調 民間國際企業集團來做 速度絕對比政府更快 65年前民國48年 日本東線的高鐵 65年前民國48年就已經完工 5年新建的沿海破碎帶的500公里的 高速鐵路 現在新建高鐵這種技術 不管是在日本韓國 德國法國英國美國 世界企業集團都來做這些工程 都是非常單純的一件事情 而且民間的企業集團來做 晚一天完工就多一天的成本 所以他們會用最高的效率來盡快來新建來完成 那我們也再次的強調 從頭到尾我們希望的 就是盡快讓台灣的交通品權生命無價 但是很遺憾的 包括在5月16號也就是面臨5月17號的國會改革的 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推動的關鍵時刻 柯建民也再三 我想在朝夕市場錄音錄影 大家都有聽到 也不用我再贅述 柯建民就是希望5月17號不要排國會改革的 這個法案的審查 在院會 希望是以這個花東兩項交通建設 先來做院會的處理 這是公開的行賄 我想這個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依然吻風不動 認為國會改革必須要率先來處理 所以沒有答應柯建民的條件 我想我再一次的表達 台灣人都生長在這塊土地上 都應該有人道的對待 不能再走100多年前的這樣的一個道路 動輒崩山 我們講所有的台灣人不是只有花東人而已 都在走這條路 是不是難道會讓我們所有的國民 暴露在高度的風險當中 我們大家應該要省思 是不是要同樣的同理心來看待所有台灣 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對於這個費考間的相關的問題 我想民進黨已經正式提案 我們尊重民進黨的提案 畢竟這個是可以大家多元的討論 在國民黨內也有 在大家都有很多的集思廣益 各種意見都有 但是最後我們相信國民黨一直團結的 來面對所有國家 英心英格 應該來有積極作為的推動的事項 國民黨一定會最後會擬拒共識 那目前呢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政黨 所以內部大家都很開放討論 包括今天黨的會議也會持續的開放討論 那到底什麼時候會有結論的時候 一定會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總統那是高通三法的部分 因為其實昨天 竹葵跟這個 交通部長有跟民進黨的立委一起吃飯 但是那個交通部長他有提到說 現在這個交通的評估跟財政機率 還有環境的影響評估等 都是沒有相關的策略 他覺得說現在應該要全力來出發 那我們來看過這樣的出發 我們已經再次的強調 這個民進黨政府只要做一個公開的招商 國內或國際的BOD標 我們看到過去台灣高鐵的興建過程當中 整個可行性研究 在民國67年可行性的研究 一年兩個月就完成 很多台灣高鐵過去興建的過程 都可以作為我們借進的一個方向 過去的政府有高效能在推動 就像蔣經國先生說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我們看一看花冬快 在2016年的時候 交通部的可行性研究是820億 但是當時因為在運會 民進黨強烈的反對 以下人數的優勢暴力表決 否決了花冬快納入前瞻基礎計畫 結果到了2023年 這個重啟可行研究的調查報告出來 現在要2555億 所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如果今天因為民進黨在執政 而不願意再做的話 再往下去的話 到民國哪一年 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的 台灣同理心交通平權 能夠把這些基礎的 民生的建設 能夠一一來完成 國會議員本來就應該 推動相關的法案 過去不管在石門水庫的清淤也好 還是相關的法案也好 在立法院90年95年都有推動相關的 這些條例 通過了以後行政院也都來執行 今天就是行政院到底有沒有尊重立法院 所以我們想今天包括在517之前 5月17號以前 韓國瑜韓院長也表示說 新的部長上任以後 我們大家再來協商溝通 這個花東的這些建設相關的條例 我們也當時在現場 大家一致做成同意 那我也希望說 民進黨不要用政治的算計跟考量 應該用真的你已經執政了 用明包無語的精神 以同理心來看待全國台灣的每一位國民 這個才是國家之福 而且今天從頭到尾講的 不管國道利好環島高鐵 都是政府零出資 比照台灣高鐵來做這個 公開的這個國際的這個招標 從來沒有要民進黨政府來出錢 我們再一次的強調 不要再用所謂的漁民政策 或是媒體優勢或是網軍側議 所以兩兆錢跟從頭到尾就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再一次強調 也希望全國國人能夠了解事實的真相 也拜託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我們開記者會新聞稿已經講了很多次 從頭到尾國道六號 以及環島高鐵 就是希望國內BOT或國際BOT 如果民進黨政府來做 我們還很憂心 二三十年可能都做不好 但是由民間企業來做的話 國際企業集團來做的話 這個工程技術在今天來講 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我再強調一次 日本人的東部沿海高鐵 也是在破碎袋上面進行 民國四十八年六十五年前 人家就可以用五年多的時間 來完工五百公里 我們今天到底台灣 要不要跟上世界的腳步 還有沒有用民包語的精神 來看待台灣人的國民 我想我們就看看民進黨 呈現給人民的真相是怎麼樣 總統想問一下關於打炸這個事情呢 就是吳思堯有偷文 然後說他跟黃珊珊討論得非常愉快 好像有一些共識 然後針對這一個為黨產救國團解套 這個部分呢 黃國昌也說明 這不是民眾黨的優先法案 這會影響到藍白的合作默契 我想我們在這個會期 不管是民生法案也好 優先法案也好 我想國民黨跟民眾黨都會好好的來協商 因為畢竟有很多的民生法案 我們儘快的來推動 對於打炸司法 基本上國民黨是支持的 只是說行政院所推出的這個版本 是越打越炸呢 還是真的有實際的效果 能夠嚇阻詐騙 因為過去民進黨不斷的強調 要打炸打炸 用了這麼多的國家的資源 結果短短四年之間 這個詐騙案多了百分之五百 就表示這是一個無能失職 失效失能的一個政府 所以他們提出的相關的打炸司法 還要經過國民黨內的協商 我們也會跟民眾黨做一個良善的溝通 務必要一個完整的 克制詐騙的法律案出來 才能夠回應廣大民意的要求 希望這個詐騙案能夠 迅速的把它降低下來 總統先前說 花東三法 有信心在這會期可以通過 那這部分黨內有共識嗎 我想我們國民黨是一個開放的政黨 我們很多的法案 所有的法案我們都會經過考慮跟 討論跟協商 民主的政黨本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相信呢 我們會以全力的來推動 不管什麼時間 怎麼時間來運會的處理 反正我們黨內一定會有一個 完全的一個共識 我們才會推動 不只是花東三法 每一個法案 我們都會經過一致的討論 黨戰的協商之後 我們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謝謝 好不好 謝謝 拜託我已經講了這麼多次了 請大家不要視而不見 我講了這麼多次 我們就是比照台灣高鐵的BOT 就是BOT 政府零出資 從頭到尾 民進黨講的兩兆就是詐騙 如果大家一路 要在台灣生活在一個執政黨 用詐騙的方式來對待人民的話 我們也無話可說 這次國會 我們講了這麼多次 新聞稿發了這麼多次 拜託大家用一次 謝謝 針對最近啊 好像有在黨團 有在對民眾黨釋出善意 那剛剛黃珊珊也說 都可以坐下來談 但是他說前提是柯總召 柯建民就是 總召您不能夠預設前提 你怎麼看綠白河在打架 司法或其他法案會有機會 我們有預設前提啊 是柯文哲說 說我們沒有心愛協商嘛 我說這個 民眾黨不是基因吧 這個扣前違憲的東西 他很清楚啊 我們要怎麼跟你協商 你從1月15號 黃珊珊出來開記 也會院長 必須要國會改革 我們就看得出來嘛 這個再清楚也不夠 怎麼搞 我這個比例 比例啦 藍白河起來犯罪 結果怪警察沒有來協商 沒有來勸導 然後變成警察做 變成警察殺人 這對嗎 所以你不是基因嘛 這才是基因 什麼才是基因呢 所以很多原則 憲政原則 以及法理原則 你自己很清楚嘛 當然沒有違憲的部分 有的法案當然是大家可以來談嘛 但是透過委員會就表示出來的啊 委員會已經 所有的都是透過委員會 大家講各黨議長互相說服嘛 或者曹操長互相說服嘛 怎麼好 我們可以 反正所有法案去跟他請示 不可能的事情 立法院從來不是這樣的樣態嘛 所以 憲政原則擅長於 說謊再說 然後退退責二嘛 不要再 不必再搞這一套了啦 那就看得懂 好不好 那現在傳出說這個黃國昌 就是因為他態度比較強硬 所以可能會跳過他來 跟其他的委員 民眾黨的委員來合作 我們會請求各種可能 跟民眾黨合作 總統怎麼來看 今天第五萬燒 國民黨提案說要來處理 郭國文送紀錄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的話 您講什麼 我們才會很清楚 就交付協商嘛 那一個月 做案子再去完 一定一個月以後 這個案子一定 先交付協商一個月以後 再處理表決嘛 沒有關係 叫陳旭走 那今天傅崑其實他又重提說 這個花東的三案 您當初用國會擴權法案 跟他交換 那時候是 因為國會擴權法案 我們要求協商都沒有協商嘛 所以我說那 我們先來處理 發動這個三案子 先 那條文比較少 先談看看嘛 就這樣的情況底下 但是他們 他們不肯嘛 他們一定要國會擴權先開始 因為國會擴權沒有協商嘛 我說那個 我們現在協商 那個比較簡單的事情 那條文就死假而已 那是不是這樣 我怎麼會跟他交換 郭文綺喔 好想要不要講幾天 郭文綺今天講 早上不然我講一句話嘛 他如果給人家罵了他 他現在照鏡子都不知道他 那個是他自己 所以我問他老朋友嘛 講話要像田庸 為公公好笑 都沒有用的 那是說先處理那個 先處理發動再處理 我們是需要 一定要協商嘛 發動協商條文比較少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協商 協商第六條 那發動協商根本就反對嘛 所以一定要這個 要先處理 國會擴權嘛 可是 始末就是如此 不要再顛倒輸非 這個做人要有基本道理 好不好 好 謝謝總長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